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教皇 他是化学专业出身的 后来不做科研了 那么日本的前首相兼职人 原来是专利代理人 里根原来是演员 这样的职业都是比较重大的变化 那一般的变化更是常见的 这个一般情况应该不影响绿卡的申请 我们有一些客户是这种情况 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客户在中国的时候 他是做的化工 催化的科研 到美国以后他改做的是癌症的研究 股线癌的研究 后来NIW和EB1都批准了 我们还有一位客户在中国做的是 古生物 基因DNA的研究 到美国以后改做白血病研究 另外有一位客户在中国做的是基础科研工作 到美国以后改做了医学临床的工作 还有的做的是理论物理上PhD期间 后来毕业以后改做医学medical physics 有的客户原来做的是基础科学的研究 癌滋病方面的研究 后来毕业以后改做投资分析 有的申请人原来做的是核工程 Nuclear engineer 毕业以后到电力公司做的是 Financial engineer 金融工程 所谓叫矿的 有的申请人原来做的是 数理化方面的基础研究 后来毕业以后改做了统计 或者Data Science 或者Finance这些方式 以上都是相对比较明显重大的改变 其他的小的改变 比如说在方向 项目专业焦点等等的变化 就更多了 以上举的例子 申请人I140 以及后来的I485 申请都顺利的得到了批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申请人过去专业用到的成果 他的论文 引用 审稿 学位 媒体报道 或者是基金支持等等 这些在理卡申请的时候 仍然可以用 只要是 确实是你自己的成果 还是可以用到的 那么申请的时候 可以和当前的工作结合起来 那为什么当前的工作会录用你呢 是吧 那这肯定呢 和你的能力 你的经验 你的资质有关 所以呢 和你过去的成果也有相通的地方 比如你过去做的是算法研究 可能以前用于基础科学 后来呢 用于更实用的 比如说金融制药啊 等等方面 这个还是可以结合联系起来 140批准以后呢 在485面谈的时候呢 也可能会被问到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呢 我原来在马里兰大学 UMCP 做的是有机化学专业 和纳米等等相关的 核废料处理 这方面的研究 后来呢 在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呢 做的是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 那么在绿卡面谈的时候呢 移民官也曾经问到说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 对我来说呢 我也相应的做了解释 在当时做的工作 和此前做的工作的关系 S85顺利得到了批准 拿到绿卡 我自己呢 是在拿到绿卡以后 过了将近两年 才离开NIH科研工作的 目前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呢 S85申请越来越严格 关于申请人的背景 经历 是否保持合法身份等等 但是呢 对I140申请来说呢 我们没有看到说 不允许申请人 改变科研方向 改变焦点 所以简单来说呢 改变科研方向 不影响你的绿卡批准 改变工作内容 不管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原则上说呢 也不影响 你过去的成果 仍然可以用 需要和当前的工作 结合起来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